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讲阿拉伯人 他们对中国对东方又有多少了解呢 那么所以我们要简单的把阿拉伯帝国的情况讲几句话 这个在隋末大乱 中原大乱的时候 那么在阿拉伯半岛上面 这个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 他开始崛起了 创立了伊斯兰教 那么在我们东亚 在黄河长江流域 在我们汉地唐帝国崛起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在西亚 穆罕默德 所带领的信徒 所建立的阿拉伯帝国 这个也崛起了 因此在东亚和西亚 两个相距遥远的 这个亚洲的两端 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国家 非常强盛 经济文化都非常发达的国家 在阿拉伯人之前 这个曾经主导 从红海到北印度洋航线的 是罗马帝国 后来呢 是波斯的沙山王朝 那么阿拉伯帝国崛起以后 他首先就把沙山王朝 伊朗的沙山王朝 给消灭了 这个阿拉伯人一登上 那是舞台 那么他就是 以一个文化很高的民族 的面貌出现的 这个 穆罕默德 在创立伊斯兰教之前 穆罕默德自己 就曾经在商队里面 打过工 工作过 所以穆罕默德自己 穆罕默德本人 对周围的世界 是有强烈兴趣的 那么至今流传着 穆罕默德的一句名言 就是说 这个学问 即使远在中国 也应该去追寻 所以阿拉伯人 和中国人虽然相距遥远 但是他们非常渴望 和中国人交往 在唐高宗 永辉二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五十一年 我们中国的史书中间 寄到所有大石的 史臣来进贡 大石就是 阿拉伯帝国 大石就是 Tajik 就是伊朗人 对阿拉伯人最早的 称谓 那么到了中国来 入共 是阿拉伯的 哪位君主的 他已经不是穆罕默德了 穆罕默德本人 已经去世了 那么如果我们查考一下 这个阿拉伯的历史 我们知道 穆罕默德本人死了以后 有四个 有四位 他的最亲近的 随从 先后 担任过 这个阿拉伯帝国的 领导人 领导人称之为 哈里发 哈里发 意思就是 继位者 继承人 今天 我们 这个中国西北地区 亲征寺里 有一些 学习伊斯兰教的 这个学堂 他们培养的学生 就叫海里凡 也就是继承人的意思 哈里发 同一个字 那么这四个哈里发 第一个是阿布贝克的 阿布贝克的 我们 清代 我们南京有 这个一个一个 回族有名的学者 叫刘志 把它翻成叫 补白克 补贴的 白颜色的白 克福的克 就是阿布贝克的 第一位 哈里发 那么还有 穆罕默德的 这个 侄子 也是他自己的女婿 阿里 那么还有 这个奥斯曼 等等 拥有四位 那么根据这个时间推算 也就是 永辉 这个二年 六百二十年来的时辰 那么应该是 这个第三位 哈里发 在位的时候 也就是 奥斯曼 在位的 这个时候 这个可以说是 历史文献中间 不管中国的 还是阿拉伯的 最早的 一次 提到 中国和阿拉伯 之间的官方往来 当然 我们现在并不清楚 他究竟 是从陆路来的 还是海陆来的 我们还不太清楚 那么 从这个以后 从公元六百五十一年 一直到唐德宗 真元十四年 也就是七百九十八年 那么之间呢 这个时间跨度 有一百四十多年 一百五十年不到 不到 一个半世纪 那么有学者 把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间 曾经提到的 大师 由史晨兰 做了一个统计 一共有三十九次 我们就算四十次 那么平均 这个 四年不到 三年多 就有一次 史晨到中国了 阿拉伯和中国 距离非常遥远 这个 往返一次 如果 不论是坐船 还是 还是 沿路路 那都是要 两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可以说 唐和阿拉伯往来 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那么这一点证明呢 阿拉伯人 在阿拉伯 帝国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到过中国 当然我们不太清楚 就像我刚才讲的 最初的这位 世真一样 我们并不清楚 他们是不是都是从海路来的 还是从陆路来的 但是 这个中间一定有相当多的人 是从 陆路来的 而是从海路来的 这是我想讲的 第一点 就是 人员的往来 史辰的往来 双方是非常密切的 那么这个史辰的往来 中间有相当的部分 一定和阿拉伯人的航海 是有联系的 第二点 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 阿拉伯帝国时期 我们从 史军界习惯上 把它称之为 大使帝国 在阿拉伯帝国时期 这个由于阿拉伯人 继承了古希腊 古罗马的 这个科学 和它的传统 所以呢 阿拉伯 大使帝国的科学 是非常发达的 那么在 众多非常发达的科学中间 地理学 是非常突出的 非常有成就的 这阿拉伯 这个帝国 可以说是 因为骄傲的 这个一门科学 那么它的地理学呢 包括 对阿拉伯 帝国境内 各个州郡 对邻国的 这个道理 有什么道路可通 有多少距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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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的 这个历史 简单的历史 这个 税收 土产 因为它帝国 阿拉伯帝国有多大呢 它的帝国最盛的时候 熄灭 到达今天的西班牙 也就是葡萄牙 西班牙 都在阿拉伯帝国的范围内 直布罗多海峡 越过直布罗多海峡 到达今天的 这个阿尔基利亚 摩洛哥 那东面到什么地方呢 东面到今天的巴基斯坦 到中国新疆的界外 北面到离海 南面 一直可以说到 红海印度洋和非洲 这么巨大的范围内 那么所以呢 这个 民族 风俗 习惯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地理学家 阿拉伯的地理学家 详细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著作 记载了 这样的这个历史 那么这个历史呢 也包括 前往东方的 这个地理书也包括 前往东方的 道路 比方说 李白 我们中国伟大的世人 李白诞生在岁月 在中亚 那么李白的诞生地 岁月 阿拉伯人地理学家 就描写过 唐代的爱希斯寺 那么所以呢 当阿拉伯人 继承了 撒战王朝 继承了罗马人 主导从红海 到印度洋 的水路 从西向东的航行以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 阿拉伯的地理书中间 也有一部分人 有些地理学家 把前往东方的 这个 航行的路程 一层一层地记下来了 这个 我们在这个 中国的文献中间 可以找到作证 唐朝有个有名的和尚 名字叫义静 道义的义 干净的静 那么他写了一本 很有名的书 叫南海鸡龟传 义静自己本人 他从广州出发 然后到东南亚去 他自己讲 说他所坐的一条船 这条船就是一条 波斯波 他就是坐着一个 波斯人的船坐的 那么也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 从中国启航的船 都是中国的船 阿拉伯的船也过来的 所以呢 他们所描述 所提供的 这个航程的记录 也是非常详实的 可以和我们 中国的 这个地理书中间的记载 可以对应的 他们记得是从西向东 我们记得是从东向西 中间很多地方都可以 对照去 那么现在呢 我要提到的 一个 一位最有名的 阿拉伯的 记载前往东方道路的 弟弟学家 他的名字叫 叫做 叫做 叫 一本 霍尔达茨贝赫 Ebno 就是儿子的意思 儿子 霍尔达茨贝赫 这个人的儿子 他的意思 那么这个人呢 他有一部 写了一部书 他的名字叫 书的题目叫做 道理与诸国制 那么这部书呢 在可能大约十年前 由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位研究员 叫宋献 他把全文翻成 汉文了 那么阿拉伯的原文 今天在 阿拉伯 地理重看中间 可以全文查到 这个 我们南京大学 这个 在 二三十年前 我们从今买了 是荷兰莱顿的 一个荷兰人 叫德乎耶 这个人编的 把阿拉伯的地理书 阿拉伯地理重看 他全部给他收进来 那么这个 儿子 或者他是背后的书 一本就是其中的 一部 那么在这部书中间呢 他记载了 从 这个波斯湾 到达 中国沿海的道路 航程 他把这个航程呢 分成三段 第一段 从波斯湾到印度 那么第二段呢 从印度 到今天的苏门达拉 就是上次发生 大海啸的 印度尼西亚 最大的岛 第三 就是从苏门达拉 到中国 他大体上 分成这三段 那么第一段 从什么地方启程呢 他说他从 墨罗 墨尾的墨 墨罗 也有可能是未来的位 这个我们没有仔细的 去考核过 墨罗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今天 这个 伊朗和伊拉克 交界处 那条河 叫夏土阿拉伯河 下游 伊拉克一侧的一个 一个重要城市 叫巴斯拉 那么这个城市在 海湾战争中间 是 是英军 占领的 现在美军在 在伊拉克 这个巴斯拉 是英军防守的 那么这个地方 是阿拉伯 帝国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港口 在波斯湾的 北面 他从那里出发 出发呢 然后他 首先他要 离开波斯湾 波斯湾呢 像一个 我们讲一个 葫芦状 里面大 口子非常小 那么这个口子呢 我们叫 霍尔木兹海峡 在霍尔木兹海峡 这个 西端 就是今天的海湾 六国中间的 阿曼 阿联酋 这些国家 那么 这个 海湾的 这个 峡口 霍尔木兹海峡的 东面 就是伊朗 那么这个 东面有一个 很大的岛 就叫霍尔木兹岛 霍尔木兹海峡 就是从这个岛 得平的 所以呢 这个 霍尔达斯贝克 所记载的就是 首先 从巴斯拉 沿着 波斯湾的 东岸航行 那么 经过了什么地方呢 经过了伊朗的 法尔斯 这个地区 法尔斯 法尔斯就是 就是波斯 那么然后到达霍尔木斯 到达霍尔木斯以后 离开 海湾地区 就沿着 阿拉伯海 贴近 这个 印度的 西海岸 向南航行 到达一个什么地方呢 他到达了 弗林 这个 就是 今天 印度次大陆的南端 这个地方 B-U-L-L-I-N 那么 然后呢 这个 伊朗霍尔达斯贝克 说 从这个地方 一天时间 就能到 西兰 西兰就是今天的 斯里兰卡 所以 斯里兰卡和西兰 是东西航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中继站 那么这个地方呢 第一层 航行就 就结束了 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么 印度次大陆 我们到了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 整个南亚次大陆 是个 是一个 蝎子型的 印度 这个前面是 斯里兰卡 那么从这个地方 开始向东航行 108次大陆的 西面叫 阿拉伯海 东面叫 孟加拉湾 那么这个时候呢 阿拉伯人的船 根据 一本 或者它被记载 它就一直向东航行 它向东航行 它到什么地方呢 它到 一个地方叫 朗嘎 巴鲁斯 我们当时 古代的汉文记者 叫做 朗婆罗斯 朗嘎 普鲁斯 那么这就是 尼克巴群岛 尼克巴群岛的 北面就是 安达曼群岛 这个 今天都属于 印度 但是离印度 两三千公里 很远很远 已经靠近 我们亚洲大陆 到达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呢 再 这个 向东航行 再向东航行 它就到达了 东南亚的大陆 到了什么地方呢 到个地方叫做 卡拉 K-K-L-L-A-H 我们中国把他 叫 古罗 今天呢 就是 马来半岛 我讲过 是一个 是一个 狼牙棒的形状 头大 身子小 那么身子 这一部分 属于泰国的 就是基达 马来半岛的基达 基达 到达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 再向南 到达 普洛斯 普洛斯 今天 我们讲 可以说 到达 苏门达拉岛的 北面 苏门达拉 这个岛很长 那么这是 水比较深的地方 一般人走 都是沿着 苏门达拉岛的 北面走 然后到下面 就要穿马六甲海峡 这就是第二段 然后第三段 从这个地方 再动身 这个 从苏门达拉 经过 马六甲海峡 那么到达 今天